这是以色列国防军日前在加萨南部拉法西侧扫荡的镜头 过程中还是得花费大把的时间搜索各个角落 这次又在不起眼的民宅中发现哈马斯武器 哈马斯成员在拉法寺窜游时还会在墙壁凿洞方便移动穿梭 只是以色列明明聚焦拉法作战 却又突然在16号宣布在该区实施每天11小时的战术停火 不料消息才公布以色列就爆出内讧 不止极右派大表布满还传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浑然不知 突然以色列内部也面临混乱 不过战术停火前以军确实经历近日最大规模的阵亡 一辆搭载工兵的装甲车15号行进拉法后 突然爆炸 酿成八死悲剧 其中一名阵亡的以色列士兵年仅21岁 他的父亲在葬礼上说出令人心碎的道词 以色列总理一面致哀一面强调这场仗还是会继续下去 问题目前不止加萨以军和北部 黎巴嫩真主党的情势也逐渐升温 CNN报导黎巴嫩真主党最近还忙着大内宣大肆播放各种朝以色列的射诞画面 正主党语气超应也因为以哈战争以来 以军声称极必超过三百名正主党成员 日前正主党高阶指挥官之死也一举点燃 正主党怒火 正主党军力比哈马斯强 并握有老大哥伊朗提供范围可涵盖 台拉维夫的长车飞弹 正主党日前就在宣传片声称摧毁掉一个乙军的铁穹发射器 一名黎巴嫩退降形容真主党现在学习能力强 以色列恐怕大一不得就怕情势失控很快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区域冲突 以色列公布真主党累计已经对他们发射五千枚以上的弹药 若未来真的事态升级他们也不会坐以待毙 而伦敦智库则分析不论哈马斯还是真主党这类组织 最终盘算的还是自己而非人民 也就是相关的谈判若无法保障哈马斯的长久存在 他们就不会轻易接受停火 老百姓无疑是最大牺牲品 加萨中部城市迪尔巴拉日前又惨遭无情炮轰 由于目前正值穆斯林载生节 居民不敢相信一年前还能全家团圆 如今确是家破人亡 也新闻送口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